渔夫和富婆沦落到荒岛上 渔夫给他一巴掌 他却不敢反抗 因为富婆知道 只有把这男人讨好了 自己才能生存下去 富婆是名大哥星 几天前和老公结伴出海度蜜月 可刚上轮船就对各种设施服务很是不满 因为没有运动器材 船员渔夫便拿来一根跳绳 表示这个也能强身健体 可把娇生惯养的富婆气得连连尖叫 一趟航行中可没把船员少得罪 但人家有钱啊 船员也只能一脸假笑的给他好好伺候 富婆甚至因为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 都把职业低贱的船员当狗来看 半国躺在甲板晒日光浴 都是基本操作 但渔夫可不惯着他 听到富婆说他们抓来的鱼一股馊味 非得吃自己买的鱼 渔夫便用他们抓来的鱼 下装成富婆买来的 烹饪好端上桌 富婆吃下第一口 这才是我配吃的味道嘛 这个富婆可真是人傻钱多呀 这天富婆的老公和好友出海看风景 富婆便让渔夫带着自己去找老公 可还没出海多久 橡皮艇的引擎就出了故障 休了半天都打不着火 在海上漂流一天后 两人都饿得不行 渔夫好不容易抓来一只活的小鱼 想要给富婆生吃下去 但富婆哪里会吃这东西 舔了一口就直接丢掉了 这可把辛苦抓来鱼的渔夫气坏了 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 就在争吵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艘轮船 富婆举起信号枪想要发射 但他根本不会用渔夫想抢来发射 可对方却觉得自己能行 结果两人一番争抢下 不小心用信号枪射穿了橡皮艇 最后就是两人不仅没有得救 还在海上漂流了整整两天 但就在富婆睡醒睁开眼后 希望出现了 面前有一座荒岛 两男女漂流到荒岛上 可这里不仅是个无人岛 就连食物和淡水都没有 他们该怎么生存下去 富婆一上岸就对着渔夫破口大骂 要不是他 两人也不至于沦落到这里 但渔夫可不管对方 凭借自己的求生技能 不仅抓了大龙虾和弄出淡水 还造了一间小木屋 把富婆都给羡慕坏了 他想用金钱来交换食物 可渔夫反手一巴掌过去 表示现在起 自己就是这里的老大 要想活下去 就必须听自己的命令 也不能进行反抗 富婆气坏了 冲着对方又是一番恶语相向 结果就是再挨了一巴掌 这一下可把富婆给震住 他只好乖乖听话 几天下来 富婆每天都要给渔夫手洗衣服 做好了才有食物吃 晚上睡觉 渔夫睡屋里 他就只能睡在门外 还要每天陪着对方去抓鱼 要是没抓好 那就又要给挨揍 垃圾的渔夫 可把几天前受的委屈 都还了回来 让富婆干什么 就必须干什么 很快 渔夫就饥渴万分 他一把扑到富婆 实施了不可描述的行为 待在荒岛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富婆的心里 却开始对渔夫产生了依赖感 如果不是这个男人 自己也不会活到现在 逐渐熟练的抓鱼技巧 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 甚至就在海上出现一艘船时 他却只想和渔夫待在一起 最终就是急忙躲起来 放弃了救援 富婆对渔夫的爱愈发强烈 表示对方带给自己的快乐 是自己的老公从没给过的 在城市生活里 富婆嫌弃这嫌弃那 但在荒岛上 哪怕是抓到一条鱼 都能开心一整天 他对渔夫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可对方却觉得 自己不过是个穷小子 给不了他幸福 但富婆可不管这些 他现在只想和渔夫 一辈子的生活下去 两男女在无人岛上 生存了整整一个月 终于发现了救援船只 可富婆不想离开这里 他只想跟渔夫永远待在一起 渔夫虽然也爱着对方 但他想要一个证明 证明富婆回到城市后 是会抛弃老公 转而跟他去私奔 富婆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接受救援 两人重返城市后 富婆的老公接回了富婆 并奖励渔夫一笔巨款 渔夫却转去买了一枚钻戒 想让富婆和自己结婚 渔夫向对方打去电话 表示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富婆 而对于情人念念不舍的富婆 爱于老公就在一边 只好让渔夫有事的话 就在酒店前台留下信息 深夜渔夫来到酒店 他将一封夹着钻戒的信件 交给前台 里面写着让富婆 跟自己去私奔的信息 并告诫前台 务必要等富婆的老公不在时 亲手交给富婆 可满怀期待的渔夫 再也等不到自己的爱人了 隔天正好是富婆和老公 离开酒店的日子 何老公因为让富婆 先去直升机里等着 他自己却在房号储物柜里 发现了渔夫的信件 最后夫妻俩在上直升机 准备离开时 老公谎称 信件里面是小费 让富婆交给了服务员 等到服务员看到 信件上写着的地址 才知道那是渔夫 准备带着富婆私奔的地方 等到渔夫收到 服务员交回来的信件后 他绝望了 他马不停蹄地冲去富婆那里 可赶到的时候 富婆已经带着自己 那思念之爱 坐着直升机离开了码头 这对阶层有着 天壤之别的爱人 终究要面对残酷的现实 永远地在对方内心深处 落下自己曾经爱过的痕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浩劫妙冤家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